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凯里 昨天有同学问我 老师,原来和本来有什么不一样? 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原来和本来的区别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两个词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他们相同的地方都表示以前的和现在不一样了 这里老师给大家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部手机原来的价格是3000元 现在降价了,2000元就可以买到 这句话你也可以说 这部手机本来的价格是3000元 现在降价了,2000元就可以买到 这里原来和本来都表示以前的价格 和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2000元,以前是3000元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原来的名字是张明明 后来改名字了 我现在叫张开 好名字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原来住在上海 后来换了工作 就来北京了 原来在上海 现在在北京 我本来住在上海 后来搬家了 搬到了广州 本来在上海 现在在广州 我是美国人 我本来不会说汉语 学了两年汉语以后 现在就可以用汉语聊天了 好,在这里 原来和本来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表示以前的和现在不一样 他们是可以互换的 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地方 我们先看原来 原来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你想表达自己 突然明白了 是你 你可以用原来 你可以说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 这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哦,I see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好,这里老师给你们一个例子 好,我先说一个背景 你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 你看着他的背影 很像你的朋友大卫 然后你就在后面喊 大卫,大卫 但是呢 这个人一直没有回头 没有回应你 然后你就跑过去一看 原来这个人不是大卫 原来他不是大卫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不回应你啊 是你认错人了 原来他不是大卫 就是说你突然明白了 他不是大卫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你在做数学题的时候 一直不知道这道题怎么做 你就去问了你的同学 然后你的同学告诉你 你应该这么做 你听了以后明白了 你可以说 哦,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要这样做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一个语境 今天呀 是你的生日 你到学校以后 发现你的座位上 有一个生日礼物 你打开以后 发现 哎,这个生日礼物上面 没有写名字 你不知道 这是谁送给你的 然后你就开始问 你身边的同学 这是谁送给我的礼物呀 然后呢 你问了好几个同学 终于有一个同学 知道是谁送给你的了 他说 啊,这是玛丽送给你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说 啊,原来是玛丽送给我的礼物呀 我要去谢谢她 这里就是 之前你不知道是谁送的 是谁送的呢 后来你知道了 啊,原来是玛丽 好,在这里 我们只能用原来 不可以用本来 好,本来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按道理 应该这样做 但是呢 你却没有这么做 经常和应该 一起来用 我们可以说 本来应该 也可以说 本应该 好 我给大家一个语境 大家听一下 三天前 你从大卫那里 借了一本书 然后你告诉他 三天以后 我会把这本书还给你 昨天就是第三天 时间到了 但是呢 你忘记还给他这本书了 今天到学校以后 你把书还给他 你告诉他 我本应该昨天还你的 但是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呀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大卫今年才15岁 他本应该在学校上学 但是呢 他家里面没有钱 他就没有办法交学费 他最后只能出来打工了 15岁年纪很小 他本应该在学校上学 但是呢 他却没有在学校上学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给大家一个语境 你想学好汉语 你做了一个学习计划 在这个学习计划中 你每天要写五个汉字 但是呢 现在你并没有这么做 你可以怎么说呢 你说 在我的学习计划中 我本应该每天写五个汉字 但是我每天只写了一个 好 在这里啊 本来本应该 你只能用本来 你不能用原来 好 本来和原来的区别 大家都明白了吗 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给我留言 好 谢谢大家 再见